刚刚近身为辣妈的姚晨最近忙着赚奶粉钱 接连参加数个时尚活动 昨天又和冯绍峰一起签身上海 为某品牌开业站台 身材恢复神速的姚晨 丝毫看不出有生过孩子的痕迹 采访中他大方谈起儿子小土豆 脸上掩饰不住满满爱意 更自豪地表示自己比老公曹玉更会带孩子 这个宝宝很聪明嘛 就是融合了我们俩的优点 那肯定是我妈 那我们俩应该是分工型的 他负责逗孩子开心 然后负责给孩子换尿布 初次为人父母总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姚晨表示自己目前只能算是学前班 但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 姚晨选择像大多数演员一样 调整自己的接戏标准 更效忠不会让孩子看到自己的亲密性 这也算是对小土豆的特殊待遇 其实角色倒不在于是坏和好吧 坏也有坏的理由 亲密的戏 我觉得还以后不会让他看就是了 互6娱乐上海报道